今年的关西三红柚 我们这两天大概就结束了 今年真的是结束的很早 开始的又很晚 主要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吧 减产 之前你们吃的柚子皮都丢掉了吗 没有丢的话 今天我教你们做两个菜 一个甜的一个咸的 它现在成熟度够的时候就特别好剥 这个还是这个 吃这个吧 就吃了这么多 就真的吃不腻的那一种 思宜又要教大家怎么用柚子皮炒肉 还有怎么做柚子皮的痰 这个你们真的可以学 思宜以前有在食品痰里面做了十几年 就是做柚子痰 很专业的教你们去做 这个我们现在要拿去煮 水开以后大概煮20分钟 煮到这种透明状才可以 但是煮完还不能马上做 你要拿去泡水 泡三天 一天换两次水 这步一定要做 不然它会有苦涩感 这个是提前泡了三天的 可以看一下 这有几乎 你们煮的时候需要把这个水分全部沥干 我们现在是拿出来去炒肉 OK 这个皮脆脆的有那个肉香味 比想象中要好 但我觉得应该把那个皮去掉 只煮那个蓝 这样煮起来才有那个肉香味 那确实肉香味很重 先换这个梅子下去 对 白糖 一斤柚子皮 扒两糖 对 也可以一比一 对一比一会甜一点 对 小火我们大概要煮一个小时 然后要不停地翻 所以能不能先吃饭 这煮太久了 先吃饭 先吃饭 皮跟肉夹在一起 对 生虫肉 还有那个肉脂皮 好不腻 结育是不是 真的 真的 三层肉本来就比较腻 对 然后跟这个炒在一起 中和一下 还真是蛮好 肉脂皮炒出来现在还可以 太麻烦了 我还是吃柚子肉方便 就是三红肉口感巅分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 它口感一旦巅分 差不多就结束了 特别好吃 不管是水分还是口感 甜度 都非常的好 把它煮干了 然后拿去晒 像这种太阳 我们大概晒三天吧 对 然后可以放很久是吗 对 可以放一年吧 花梅的味道 就蜂蜜柚子茶里面的那个 比那个要好吃 就是像那个花梅橙皮的那个味道 很好吃 是以前真的在那个食品餐 对 就做 就做这个 这个晒干带 带回去给小孩吃吧 那很滤啦 明年多做一点点 然后分给你们吃 明年 今年没了 真的很好吃